京华风云录 京夫子住 第三卷 下都致意 第五章 谁想做国务院总理 1958年5月5日至23日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届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此为一次大跃进的试诗会 毛泽东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演说 号召书记挂帅 全党动手 破除迷信 解放思想 前人没有想过的事 我们要想 前人没想干过的事 我们耍干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的 我们要有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没有的 我们也要有 以15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 在钢铁 粮食等主要的国民经济指标方面 超过英国 赶上美国 脚号已经吹响 战鼓已经泪动 我们的大跃进正以雷霆万军之力 排山倒海之势 向着共产主义的明天 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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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气壮山河的演说 全体代表一次又一次的起立 暴之以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欢呼声 一些人热泪盈眶 一些人手舞足蹈 一些人声嘶力竭 力拔山吸气盖世 人人热血奔章 各个精神亢奋 中华民族经历了百年战乱 外族入侵 列强瓜分 受尽凌辱 今天伟大的毛泽东带领中国走出历史的苦难 成为东方的巨人 此情此景 一个政党能不嚣张疯狂 一个民族能不文鸡其武 大会的另一项内容 是听取国务院主要负责人周恩来 陈云 李先念 博一波的党内公开检讨 周恩来总理关于自己1956 57两年发动反冒进 反左倾错误的检讨 沉痛得多次气不成声 不得不中断三 五十秒钟去擦眼泪 只哭泣 他只差没有当着一千多名党代表的面 向伟大的毛泽东叩头求饶了 陈云副总理则铁青着脸 一副眷容和并容 坦诚反冒进 反左倾他应付主要的责任 泼了全国经济建设的冷水 打击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请求大会予以处分 李先念副总理的检讨 则称自己是老实人 老老实实犯下严重错误 根本原因是求稳怕乱 固步自封 没有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 领会毛主席的意图 而唱了反调 做下错事 博一波则说自己是个老幼青 老保守 几年来工作上一错再错 在反冒进 反左倾中 又参加了促退委员会 其根源是自己参加革命三十多年 仍是一名没有改造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需要毛主席 党中央一次又一次的教育 挽救 云云 有趣的是 国务院的四大金刚都指检讨各自的错误 没有相互推诿 检举揭发 陈 李 薄三人更没有把屎盆子往周恩来一人头上扣 四大金刚的检讨避免了国务院领导班子的大改组 全体代表也都对他们抱以热烈的掌声 表出同志士的谅解 从而也就认定了 在党中央 只有毛主席是英明 正确 伟大的 他叫谁检讨 叫谁认错 谁就得检讨 谁就得认错 包括国务院总理周恩来 党的第二把手刘少奇这些人 盖莫能外 之后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插红旗 插白旗的重要讲话 他幽默地说 这次 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层 插了周恩来 陈云 李先念 博一波四位同志的白旗子 那么 有不有同志可以插红旗子呢 只有白旗子而没有红旗子是不合理 不全面的 据我的观察 近两年对周 陈等人的反冒进进行了抵制 包括积极抵制和消极抵制的就有邓小平同志 彭真同志 谭震林同志 陈伯达同志 廖鲁言同志等等 是应当插给红旗子的 纪委主任李富春同志是又抵制又不抵制 可以插给一面黄旗子 还有上海的柯庆诗同志 四川的李景全同志 广东的陶筑同志 湖北的王仁仲同志等等 都是立场坚定的主张大跃进 拥护总路线 反对右倾保守的 也应该一人插给一面红旗子 从现在起 全国大竞赛 大评比 分上游 中游 下游三个等级 上游插红旗 中游插黄旗 下游插白旗 大区与大区比 省市与省市比 地 线 涉与地 线 涉比 工作魄力大 越进速度快 敢想敢干的 都要平为上游 插上红旗 反之 工作为首为尾 右倾保守 跟不上越进步伐的 要平为下游 插上白旗 坚持不改 甚至扬言秋后算账的 就不是插白旗的问题了 而是撤职查办 开除出党 绝不容情 接下来 毛泽东主席更是气势磅礴地 演说了一段传颂后事的名言 在民主党派中 有人说我是秦始皇 意思是我抓了右派 是效法秦始皇焚书坑儒 这里 我要特别声明的是 民主党派的先生们 你们言轻了 秦始皇算什么 他不过坑了四百个儒生 我们五零年镇压反革命 一次就杀了四十万 去年 我们又在全国知识分子中 抓出了五六十万个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有的关进班房 有的送到农场改造 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们不是比秦始皇要高明一千倍 一万倍 所以 民主党派说我们是秦始皇 他们往往说的不够 需要我们来加以补充 对于伟大领袖的警示通言 与会者代表全党一千八百万党员 再次全体起立 抱之已经久不息的掌声 欢呼声 八届二次代表大会开子整十八天 通过了一系列把原仪很高的工农业产量指标 再翻上一番的文件 超英赶美也不再需要十五年了 而缩短到五至七年完成 其间 毛泽东曾率全体代表 富时三菱水库工地义务劳动一天 5月25日 召开了为期一天的八届五中全会 进行中央领导层人事调整 增选一名党中央副主席及三名政治局委员 本来 新增一名党的副主席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 应是不二人炫况且三年前在筹备党的八大使 彭德怀就被列为政治局常委 副主席的候选人之一了 当刘少奇在全会上对增补中央领导人选仪式做说明时 中央委员们才留意到彭德怀元帅没有出席本次全会 前几天在大会上见到过他吗 怎么中央全会上倒是不见了呢 这回轮也该轮到彭老总了 难道又有了什么变故 毛泽东操控全局 仿佛一眼洞穿了两百来名中央委员 候补中央委员们心里的那点小九九 他已想好了一匹黑马 林彪同志 林彪虽然在历史上也和自己闹过多次别扭 但进城之后 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 对中央主席是毕恭毕敬 赔进小心 毛泽东作为最高领袖 深知手下的政治人物被长时间冷制 宝长落魄寂寞之后 一招启用自然懂得被加珍惜 知恩图报 洁尽忠诚 什么功成身退 淡薄名利 屁话 此时刻选择林彪出马 有武力而无一臂 一是林彪为军内唯一可以和彭德怀媲美功绩的人物 二是林彪生于1906年 比毛本人小出整13岁 资历年龄都算俊生晚辈 便于制约 调度 三是林彪在中央是个单干户 基本上没有党羽 暂无拉帮结派之可能 四是林彪个性孤僻 内心高傲 不大把刘 朱 周 陈 等五位政治局常委放在眼里 今后对这五位老朋友可以是一种制衡 五是林彪常病好也 半条性命 常年养病 冬春常驻苏州 杭州 夏秋常驻北戴河 北京 很少出席会议 很少管事 既不会来争权 奋权 又把毛坑给占上了 林彪占了毛坑不拉时 彭德怀就失去 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结果 经毛泽东亲自提名 亲自监票 以举手表决方式 增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 副主席 增选科庆师 李景全 谭震林三人为政治局委员 一切通过为宜 代表大会也好 中央全会也罢 犹如一部功率强大的机器 被毛泽东驾驭的团团转 从未跃出轨道的 机器也有失灵时 八美五中全会之后 伊利还要召开一次政治局委员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的 毛泽东说 大家累不累呀 剩下的两个小会并做一个开吧 于是遵照他的旨意 感的人事问题 周恩来提出辞职 以表示对反冒进错误负责任 毛泽东开宗明义 恩来虽然没有写书面的东西 但口头向我和少奇提了两三次 要不要考虑他的请求 事件大事 我个人不宜做主 不然又该议论我是中国的斯大林 个人专段独行 相信少奇和总司令也做不了主 恩来呀 你究竟做何想法 小范围内 先向大家说明一下 周恩来见毛泽东主席把自己的口头词意拿到常委扩大会议上来讨论 已无未留之意 也就无所顾忌了 气度从容地说 主席刚才已经把我的个人意见转述了 我确实是因为自己错误严重 思想落伍 跟不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 在做总理 一是力不从心 二是缺乏信心 所以建议中央给我另分配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 我是诚心诚意这么要求的 请各位老同事给予谅解和理解 十二个人的会议 气氛当时有些凝重 喝茶的喝茶 吸烟的吸烟 翻笔记本的翻笔记本 都有难言之隐 不便率先出面反对或是复合 实则每个人心里想的 也都大同小异 如果恩来不做总理 谁做何事 毛主席肯定不要自己兼任 少奇同志党务太忙 朱总司令年纪已大惊不起操劳 陈云 林彪是病号身体吃不消 邓小平合适 但已做了书记处总书记 列席常委的二鹏也不是做总理的材料 那么 从扩大进来的三位新科政治局委员中挑选一位 大家心照不相地想到了科庆师 毛泽东主席早在二月的南宁会议 三月的成都会议 四月的汉口会议上 一再点名批评周恩来反冒进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的同时 总是晃着手头上的报纸文章说 这些都是科庆师同志的大作 恩来 你是总理 你写得出来吗 你有这个水平吗 你不行 你比科庆师差远了 看来 毛主席早就一属科庆师来做总理 只是不便直接了当地提出来罢了 但科庆师要想做上总理一职 阻力不言而喻 比当年高岗还要大些 首先 刘少奇就不可能让科庆师这位当年老华北局的对头 坐到自己身旁的位置上来 实时代表毛泽东来撤走自己 再就是朱总司令是一定要保周恩来的 周是朱的入党介绍人 朱是为报恩思想很重的长者 三是陈云怎么看得上老科 老科进城后走的主席夫人路线 和江亲关系非比寻常 论财论德 做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已经到顶了 过分了 怎么可以做总理 四是并号林彪也不可能同意科大鼻子 战无战功 正无政绩 大约近以来发了几篇文章 听说都是他的政治秘书张春桥捉刀代笔 孤名调狱 与其他做 不如周恩来继续做 五是邓小平对科大鼻子 在毛主席和江青面前争宠 邀宠的做派一向看不惯 很反感 若让科大鼻子做总理 不是又出来一个高岗式人物了 那一来 毛主席就又成了他科大鼻子一人的毛主席了 跟高岗有何区别 六是列席常委 二彭也不可能看上科庆师 彭德怀甚至对邓小平 骂过科庆师是条哈巴狗 老毛怎么总是喜欢这种叫得好听 尾巴摇得起劲的东西呀 没有人说话 毛泽东认为大家还是在等着他开枪 定调子 于是说 大家都为难了 还是怕做丑人 得罪恩来了 可见事关面子 还是很要紧的罗 你们不讲 我来讲吧 一碗水端平 我的态度是客观的 如果恩来确实感到在现在的岗位上力不从心 很困难的话 我们也可以考虑高台贵手 放他一马 总理总理 是个最累人的岗位罗 其实 我也是南下决心的 恩来的办事能力 应变能力 外交能力 在党内是首屈一指的 可是几十年的老朋友 老同事了 也不好太过为难他 离开一段 轻松一下 可以理解 但统战 外交两大战线的工作 还非得恩来担负起来不可 专职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 监管外事口 可不可以呀 如果可以的话 那么谁来代理一段呢 我先提个名 邓政伟 你来代理代理 缓冲一下 如何 你先不要举手反对 我要先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 少奇 你先讲讲 刘少奇笑笑微微 抬手搔了搔满头上花白了的头发 主席 事关重大 我是党内分管人士工作的 先请别的同志说说 总司令 你发表高见 朱德遇事不忧 笑笑咪咪的向尊弥勒佛 认知点少奇的名 少奇点我的名 我还没有考虑成熟呢 是不是请陈老板 或是林彪同志先讲讲 与会者不约而同的笑了起来 陈云板着脸孔 谁也不看的说 一路顺推 我和恩来是一起犯错误 一起做了检讨的 暂时还没有想好意见 林副主席先讲讲吧 连毛泽东都憋不住笑了 这算顺时针还是反时针 我们湖南乡下叫做推磨呢 林彪同志 你是新科副主席 新官上任三把火 你先烧一把火吧 林彪恭敬地看一眼毛主席 再看一眼大家 才说 我一直在养病 连中央的会议都很少出席 平日只看看简报 听听广播 外边的情况了解很少 对于周总理近两年所犯的错误 更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我这不是推诿责任 我拥护主席刚才提出的 如果恩来同志不做了 由邓政委代理一段 可以吗 毛泽东这回倒是真心地笑了 邓总书记 林副主席也赞同了我的提名 你现在可以讲讲你的想法了 邓小平个头矮 发言时习惯站起身子 感谢主席 林副主席的信任 但我刚做了两年的书记 处总书记 又来做代总理的话 实在吃不消理 我不是怕吃苦 受累 势力所不能及 也难以服众 请主席和各位另做考虑 刘少奇这时说 我有个想法 可否让恩来和小平兑换职务 事行一段 毛泽东面无表情 怎么个对换法 请说明白些 刘少奇说 就是让小平带总理 恩来带总书记 毛泽东脸一沉 大不满地看刘少奇一眼 断然否定说 不可以 这么严肃的是 怎么可以交换礼品式的 把总理 总书记职位交换 再说 既然恩来觉得 自己不再适合担任总理 难道总书记就不忙不累 是个贤职 恩来 你自己认为呢 周恩来一脸苦笑 说 谢谢少奇的关心 但提议绝不可行 我看还是另选贤能吧 一时间会场气氛又有些紧张沉闷 毛泽东心里明白 看来自己在党代表大会上 中央全会上都一路顺风 却要在本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处上按交了 但他仍不肯转弯子 不肯放弃目标 邓政委呀 你就帮个忙吧 依你所讲 另选贤能的话 你能不能推荐一位 属中吴大江 料化作先锋 我们眼界不妨放开些 在常委之外 比方在座还有两位列席常委 三位政治局委员 有吴贤能可以考虑呀 毛泽东说着 目光温和地看了柯庆诗一眼 以示提醒和注意 当时 大家心知肚明 果然主席的底牌是在这里 一属颗大鼻子来带总理一职 邓小平丝丝地吸着烟 眼睛紧盯住手里的笔记本 做出沉思的样子 语带机巧地说 主席今天一开始就提出问题 根据周恩来同志本人的请求 考虑他是不是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我所理解的主席的意思 是两个方面 一是不是适合 二是适合 所以 我们不妨也从另一个方面来考虑考虑 主席经常提醒我们 看问题要两分法 要两点论 看干部要两拳一贯 看他的全部工作 全部历史 一贯表现 毛泽东心力虽然大不悦 却又不能不叹服 矮个子厉害哟 举重若轻 名不虚传 从这一点上看 刘少奇 周恩来都不及他高明 刘少奇 朱德 周恩来 陈云 彭真等松了一口气 仿佛看到事情有了转机 林彪 彭德怀 二位无所谓 谁做代总理 李景全 谭震林 二位自知分量不足 不宜插嘴 维科庆师 心里恨得牙痒痒 邓矮个 原以为你也是紧跟主席的 这回可看清楚了 你骨子里是入了流 周一火的 日后有机会 一定把这层意思告诉江青 再让江青去吹枕边风 报告毛主席 毛泽东 仿佛已经把每个人的心事都看在了眼里 明白大势已去 不能不给自己留个转环的余地了 他很想的喝了一口茶水 轻渴两声 轻了轻喉咙 说 很好 谢谢邓政伟重提两分法 两拳一贯看干部的原则 下面 请大家担就恩来 是不是适合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 先不要考虑谁接任 大家发表各自的看法 包括列席的二鹏 扩大的三名政治局委员 事关反对斯大林市工作方法 畅行党内民主 少奇 还是你打头吧 刘少奇脸色凝重 仿佛做出一个很困难的决定式的 恩来本人想轻松一下 可国务院一大摊子 又却是沉重得很 我的想法 还是暂时由他单一阵子 继续边工作边改错吧 这样 可以多留一点时间 给主席和中央各同志 来从容计议 选贤任能 不知各位以为如何 话说得很委婉 很周全 但意思也很明确 周恩来留任 这个刘克斯 自高 饶事件以来 就一直拉住周恩来不放手的 朱德仍是一脸慈祥笑容 目前在党内 总理人选 恐怕还是以恩来比较服众望 但错误要坚决改正 要跟上主席和中央的大跃进步伐 不要再反冒进 反左倾了 党的历史上 总是右倾错误严重过左倾错误 陈独秀 王明都是例子 望恩来同志 吸取深刻教选 毛泽东说 陈独秀是右倾 断送了本党第一次国内革命成果 接下来瞿秋白 李立三 王明 伯谷 张国焘 洛府都是行左时右 几乎断送了90%的红军力量和根据地地盘 那时我被打成右倾 三次被解除红军指挥权 十分荣幸 周恩来是紧根据李 王 博的 抗战时期 王明从莫斯科回来 摇身一变成了右倾 主张一切通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右的不能再右了 恩来也跟了一段 老话少讲 老账少算 下面 是陈老板发表高见了 陈云嘴巴紧闭着 一脸卖牛肉香 我和恩来犯同样错误 他检讨 我检讨 他提口头辞职 我没有提 不想和他同进退 只想病养好了 多少再做点工作 毛泽东说 陈老板辞不达意 故左右而言他 你对恩来的去留 到底有何想法 陈云说 要记取高岗事件的教训 犯了严重错误就自杀 我没有参加高 饶案件后一段的查处 主席留我在杭州 参加起草宪法 我不反对有关高 饶问题的中央决议 但今后处理这类案子 一定甚之又甚 不要再走极端 几十年一起奋斗过来的人 除非公开叛国投敌 不要随便抛弃 刘少奇 周恩来 邓小平见陈老板 不合时宜的扯回高岗问题 心里很不适滋味 彭德怀 林彪 柯庆诗 三位道士敬佩的 看了陈老板一眼 对高岗仪式 感触最深的又属毛泽东了 当然 陈老板之意不在高岗 而是告诫 不要把周恩来 整成另一个高岗 他闭了闭眼睛 终是忍不住说 不瞒各位 对四年前高岗的死 我一直很痛心 很懊悔 我有责任 刘 周二位更有责任 我的责任 是迟迟没有答应高岗的要求 去和他见一面 听听他的想法 总是觉得 他太骄傲 太逞能 挨挨整 走走下坡 是锻炼 对他日后有好处 也嘱咐了习仲勋去找他谈话 同意保留他的中央委员 回陕西工作 高级干部也要能上能下嘛 何况他本人也请求回陕西去 可是没等到习仲勋去谈话 他就第二次自杀完蛋了 我太大意了 不够交情 后悔至今 后来顾及全局 党的团结统一 服从多数 同一把高 饶定为反党联盟性质 陈老板为人严肃 原则性强 心里却还是重感情 重有益的 我很感动 饶恕时现在住在哪里 听着毛泽东一番心情沉重的话 彭德怀 林彪 柯庆诗三位也面带七荣 他们本都是高岗的好朋友 会议气氛越显凝重 刘少奇是知道饶恕时下落的 却问周总理 周总理也是知道饶恕时下落的 却问中央分管政法战线工作的彭真同志 彭真在无可推诿了 说 我记得 高岗自杀后 中央警卫局对饶采取了全面的保安措施 秦城完工后 就安排他进秦城去了 不是墩监牢 而是一座独立的小寺和院 仍有秘书 警卫员等 本来动员他妻子一起住进去 方便生活照顾 但他妻子要和他划清界限 提出离婚 听说饶恕时已同意 五六年干部工资改革时 中央政法委还特别要求中组部部长安子文 同志他们 比照大区负责人标准 给饶数十平了工资 定为行政四级 每月二百五十元吧 听说他生活过得相当不错 肉食水果供应充足 每天可以洗热水澡 天气好的日子 还可以有警卫人员陪着上山打猎 就是至今死不认错 拒绝交代他和高岗的任何问题 态度相当固执 情况大体上就是这些 毛泽东听了彭真的汇报 知道饶恕时无恙后 心里释然了 关于饶恕时 既的是邓政伟一组人负责审查的 政策也执行的较好 不像另一组 有人无视党计 动手打了高岗耳光 很不像样子 恩来呀 听说你和康生 李富春当时都在现场 怎么会闹成这样 打人凶手处理了没有 还是有人故意纵容的 周恩来见重提当年高岗 在专案组挨打的事 心里不禁一阵发毛 嘴上却平静地说 这是我记得曾经在书记处会议上汇报过 邵琪同志还严厉批评过的 情况发生时我的确在长音谈话小组找高岗谈问题 高岗态度不好 很高傲 拒绝交代任何问题 才把我也请了去 本是要我劝劝高岗采取合作态度 主席知道的 高岗脾气暴躁 喜欢动粗口 操劳了 那天当了我的面也动了粗口 谈话组里有位警卫局干部挨操 就动了手 打脱高岗三颗牙齿 当时我气得发了婚 痛斥怎么可以当了总理的面动手 无法无天了 当即换来医生给予治疗 我一直没有离开 并向高岗道了歉 后来再没有发生过这类情况 不久高岗第一次自杀 被及时发现抢救过来 我赶到医院看望 进行劝诫 至于那名打人的警卫局干部 事后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降级处分 调离北京 到边缘省区工作去了 此事 中央警卫局有档案可查阅 毛泽东说 人都死了 查也无聊 饶恕时还活着 只有56 7岁吧 总得给他做个结论 还可不可以出来做点事 彭珍妮和康生 安子文他们商量一下 看着办吧 记得邓政伟向我报告过 饶恕十个人生活查不出多少问题 不喝酒 不爱钱 不贪女色 相当简朴清廉 至于历史上 他说康生有问题 康生说他有问题 互相咬 一笔烂账 看来是谁都没有多少问题 安子文不是还当上了组织部部长吗 饶恕时的问题是他死不认错 拒布揭发高岗 是条汉子 我比较欣赏这一点 总比出了是互相接老底的人要有骨气 不谈了 不谈了 这个恼人话题 陈老板引出来的 言归正传吧 林彪元帅呀 对于周恩来同志的去留 你有何高见 恩来和你算师生之意呢 广州时期 他是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 你是黄浦三期学生 是不是这样 周恩来担心林彪同志不受用 连忙插言 我当时受党组织委托进黄浦军校工作 并没有教学 聂荣贞 叶剑英二位倒是做了教官的 先后进过黄浦的还有徐向前 陈庚 素玉 许光达 陶柱等等同志 如果说我和这些公标史册的元帅将军们有什么师生之意 休杀人了 实不敢当 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毛泽东不耐烦的挥挥手 好了 好了 学生打先生 赛过先生 也是长情吗 林元帅呀 你说说政题上的话吧 林彪身子坐得鼻挺 根本不像个常年躺在病床上的人的样子 总理去留 与党与个人 都是有弊也有利 我的意见 若此事在政治局常委会内一而不绝 统一不了看法 就还是由主席做最后裁决 这也是延安以来的老章诚 毛泽东苦笑着说 林彪同志啊 你是养病为主 乐得轻松 怎么可以把责任推给我一人 不是要反对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吗 还有什么斯大林主义 人真是不能死 一死就被鞭尸 各位可以放心 本人无意做本党的斯大林式人物 搞什么个人独裁 本人今年年初以来批评周 陈 李 宝 发动大跃进 实在是忍了两年多 忍无可忍了 不愿看到国家的经济建设像小脚女人 步履蹒跚 歪歪扭扭 一步三回头的走下去 才煽风点火 大哄大泪 发动起这场谁也阻挡不了的 全党全民大跃进运动 15年超英赶美 提前建成社会主义 符合党新民心 我乐于火上浇游 打一场经济建设的人民战争 所以林彪同志 你的话说了等于没说 下一位邓总书记 来点真知灼见 邓小平神清气定 明白磕大鼻子已赞无好戏可唱 做不成总理梦了 笑笑说 我长话简讲吧 恩来同志虽然犯了严重错误 虽然前年去年我顶他的反冒进也顶得较厉害 拒步加入他的促退委员会等等 但恩来同志既已沉痛认错 先后写了13次书面检查 又已在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公开检讨 我个人认为 还是要坚持主席的方针 既允许干部犯错误 也要允许干部改正错误 所以 我认为恩来同志请辞是消极的 不是积极态度 若是真心改正错误 痛改前非 就应当在哪里跌倒 在哪里爬起 继续前进 我建议恩来同志还是以做满本届任期为好 半路下来 对国内外的影响都不好 不是准备明年春天就召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了吗 那时政府换届 从从容容来进行国务院班子的人员调整 就顺理成章了 我说长话短讲 还是讲了这么多 对不起主席和各位 矮个子讲话 往往切中要害 掷地有声 毛泽东继续点名 彭老总 轮到你了 彭德怀一直在埋头翻阅两份厚厚的材料 扬起脸来问 你们扯到哪里了 我这里有两份重要军情 一份是福州军区的 美奖方面在金门 马祖诸岛活动一场 我方应当做出何种回应 另一份是西藏军区的报告 毛泽东 猝了猝眉头 好你个国防部长 列席政治局常委会议 研究国务院总理的去留 你却埋头批阅福建前线和西藏军区的报告 金门 马祖 是美帝国主义要求国民党军队撤离 回到大岛上去 与中国大陆做彻底分离 蒋委员长爱国 不愿意搞台湾独立 我们准备做出反应 给美帝国主义一个颜色 西藏有什么心动向吗 彭德怀不苟言笑 看一眼大家说 我这里就打个岔吧 除了福建前线 西藏也应引起中央注意 近年来 在印度扩张主义势力的支持下 西藏少数的民族分裂分子蠢蠢欲动 我边防军每月都要查获好几起军火走私 刘少奇拧了拧眉头 插断道 魏魏 彭老总 你的那个西藏动向情况 是不是放慢一步 或是另外召开一次专门会议来研究 今天的常委扩大会 一试了一试 还是不要离题太远才好 彭德怀脸一尘 很不高兴刘少奇插断了他的发言 老毛是当家的 他问西藏地方动向 我介绍一下情况 有什么不可以 朱德向来关心军队事务 和矮的望一眼刘少奇说 我看可以吧 常委扩大会 一党 一政 也一军嘛 毛泽东担心彭德怀继续和刘少奇顶牛 也说 不是讲本主席有最后裁决之权嘛 现在就来使用一次 少奇反对无效 老鹏继续报告 刘少奇红了红脸 大家轻声笑了 彭德怀接着说 其实也不用担心我会占去多少时间 军队工作 最继长篇大论 西藏问题 我们要注意达赖和班禅两位大活佛的动向 尤其是达赖喇嘛 举足轻重 据我西藏军区军情处报告 达赖的身边 聚集着一批西藏的上层贵族人物 分裂主义的倾向越来越严重 1950年和平解决西藏问题时 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武装 有近两万人的藏军 使用英式武器 随时有武装叛乱的可能 西藏的农奴制 我们进去快十年了 基本上没有触动 我铸藏部队官兵普遍思想不通 祖国内地广大地区已在大跃进建设社会主义 怎么西藏还实行农奴制 连封建社会都不如 另外 印度政府近半年来一直在中印边界地区增派军队 举行军事演习 已与我边防哨所发生多次小规模武装冲突 如果西藏发生暴乱 一定有印度当局的幕后唆使 我外交部应保持高度警惕 周恩来说 印度方面的动向 外交部陈老总他们以及我住印使馆 正在密切注意中 绝不容许印度方面 以任何借口干涉我西藏内部事务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教育驻藏部队官兵 要继续严格遵守 1950年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所签订的和平协议 尊重藏族同胞的宗教文化 风俗习惯 更不要轻言废除农奴制 对他们的社会制度的改革不能操之过急 不然会闹出大乱子来的 主席 各位同事 是不是这样 毛泽东说 西藏的是老鹏的警惕性高 要做好两手准备 现在是春夏之交 天气好 可通知成都军区 增派一些部队进去 多配备弹药装备 西藏上层不乱最好 大家一如既往遵守50年那个和平协议 他们要暴乱也不怕 我们坚持不放第一枪 他们开了枪 我们再还手 进行评判 师出有名 坏事也就可以变好事 和平协定是他们撕毁的吗 我们正可趁机废除反动的农奴制度 解放广大沦为农奴的藏包 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 至于中印关系 还是要尽力维持和平友好 避免兵戎相向 撕破面皮 他真要打过来 我们只好进行边境自卫反击 练练兵马 干脆把迈克马红线也拿回来 我不相信尼赫鲁先生会犯这个错误 基本的就是这么几条 还有什么补充的 会议室里一派杀杀杀的笔记声 都在记录毛主席的讲话要点 彭德怀和尚笔记本 说我赞成老毛奖的几条 都讲到了点子上了 毛泽东笑了笑 老鹏 还有那个金门和马祖呢 你和黄克诚同志 他们有什么设想 彭德怀说 好 也一并讲讲吧 美帝国主义要老奖 从福建沿海几个岛屿上撤走 集中兵力回台湾闹独立 老奖坚持一个中国 顶着不干 黄克诚他们和我说 要帮老奖一个忙 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的名义 向全世界发出公告 我们要炮打金门 每天打炮一 两个小时 金门那边也一定会打炮回来 这样 形成国共内战还在继续的局面 实际上是打给美帝国主义看 毛泽东听得高兴 连连击结 此计甚好 此计甚好 国防部的文告 我来替你们起草 就以你国防部长的名义发出 国共内战 本人向来积极 下面 把话题拉回来吧 老彭 你还没有谈谈对恩来同志去留仪式的看法呢 彭德怀说 一心不能二用 我没有看法 毛泽东点上一支烟 吸着 没有看法 没有看法本身就是一种看法 你也是副总理之一 不在乎谁做总理 彭德怀说 不就是个总理职务 换人也好 不换人也好 都是党内同志做 又轮不到民主党派 我看没那么严重 毛泽东莫可奈何的笑笑 老彭是个满不在乎派 彭真同志 你是京基地区的父母官 谁做总理 也不在乎 彭真一脸真诚的说 总理职务 国家行政的头把手 对内对外 很重要 我赞同少奇 朱总 小平诸位的意见 还是由恩来同志做满这一件 明年就换届了 那时再考虑换不换人 比较稳妥 毛泽东说 好了 又一位稳健派 还剩下三位扩大进来的政治局委员 也讲几句 柯庆诗同志 放一炮 柯庆诗不傻 怎么会到常委会上来放炮 遂笑笑说 不敢不敢 今天是抱着学习 聆听的心情来练习的 总理的去留 留有利于班子稳定 去有利于锻炼干部 别的意见没有 毛泽东说 华东王磨棱两可 是真的 假呀 话里有话呀 下一位是西南王李景全同志 党主席真是玩事不公了 这么严肃的事 也拿柯庆诗来开玩笑 柯庆诗的大鼻头 登时像指考熟了的太子龙虾 李景全一直埋头在笔记本上写写画画 这时抬起脸来说 报告主席 还有各位老首长 我脑壳里尽装着四川的大堆事物 只想快点回成都去 西藏一旦有事 四川就是战略大后方呢 留吧留吧 总理还是留吧 毛泽东看一眼这名爱将 也是隋大留 看来 今天很难找出一位唱反调的角色来了 谭老板 最后一名 表个态度 两年来 谭振林在经济建设 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 是一直跟周恩来 陈云的反冒进对着干的 他是湖南优县同工出身 文化水平不高 基本上是个粗人 从井岗山上起 就一直紧跟毛泽东 毛泽东把他从华东局第三书记任上调来中央工作 实在因为他有干劲 又听话 好指挥 谭振林个人对周恩来 陈云并无恶感 平日还很敬重的 况且他也颇有自知之名 这次能增选为政治局委员 进入中央决策层 完全是毛主席的一手提携 弱论功绩 才干 学识 在党内开放选举的话 就算选举一百名政治局委员 大约也轮不上他谭某人 主席呀 总理去留这么大的事 我谭振林能有什么屁放 就算放了 也没有多少臭气的 谭老板一句粗话 引得大家哈哈笑了 毛泽东也哈哈笑了 放屁不臭 等于不放 可以可以 恩来呀 你亲眼看到的 多数同志都要留你呢 你想放担子 北方话叫撂挑子 南方话叫留肩膀 看来通不过 我也是同样心情 本来嘛 你的口头请辞 也是意思意思 不过是要中央常委会 重新肯定一次 帮你恢复些微信 是不是这样的呀 犯了错误 检查了 改了就好 谁不犯错误啊 列宁说过 只有两种人不犯错 一种是已经死了的 另一种是还没有出声的 最后 你也讲几句 表示个态度 不知是心情激动 还是被党主席揭了底 周恩来满脸通红 他恭恭敬敬地站起来说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老同志 各位的盛情 使我诚惶诚恐 我就勉励做满这一届吧 请主席 邵齐 总司令和各位 随时给我以批评教育 这里 为了表示我认识错误 改正错误的决心 我有一个自情处分 毛泽东颇感心奇地 看大家一眼 什么自情处分 又闹个新鲜事物 周恩来红着眼睛 诚恳地说 我请求中央批准我去 十三陵水库工地 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劳动改造一个月 我自小出身于官僚旧家庭 缺少劳动锻炼 如中央同意 今后我每年下工厂或是农场劳动一个月 既改造思想 又联系群众 还锻炼身体 毛泽东带头鼓掌 大家跟着热烈鼓掌 周恩来说 根据工作需要 我还要提议 中央政治局和全国人大常委会 任命科庆师同志 谭振林同志为国务院副总理 以充实国务院的领导力量 其中科庆师同志仍可在上海坐镇 只参加国务院的重大决策 另外 我也提议李景全同志兼任下一届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毛泽东看了看手腕上的表 很好 恩来的自情处分很好 对科 李 谭三位同志的工作 新任命的提议也很好 到时候另一把 从现在起 我们要提倡党内领导干部定期下乡下场 从事一定程度的体力劳动 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即联系群众 又锻炼身体 是个大跃进的新鲜事物 少奇雅 请转告中宣部陆定一 还有胡乔木 要他们替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全党上下 所有领导干部都应当做一名普通劳动者 今天的会开得很好 很圆满 恩来呀 蓝萍不在家 你去厨房替我看看 红烧肉烧好没有 今晚上我要请新科党副主席林元帅和三位新科政治局委员吃便饭 以尽欢迎之意 各位和我一起作陪 彭德怀拖延有事要先走 陈云也说医生要求他回家吃病灶 毛泽东摆摆手 请便请便 十二位走两位 我们正好十人一桌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